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做音乐人 那音乐人包含的就很广嘛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何谓音乐人啊 我觉得如果稍微广义当然就很多啦 只要玩音乐的你都可以是音乐人 只要会玩乐 对啊你可以这样说嘛 那要专业一点 对就是说这样讲好了 靠音乐为生的当做是一个收入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就比较牵涉到专业的部分 因为你不只是只有自娱而已 你还要考虑到可不可以娱乐别人 有没有商业价值 所以这时候就不是自己做完了就很开心 就结束了 对可是这样说我们还是不太了解 那你从事的是哪一方面 我自己说我自己在音乐的工作上服务项目非常多 对就包括了 非常斜杠 你自己说你是斜杠音乐人 对音乐制作流行音乐制作 那影视的就电视电影甚至广告 那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剧场音乐 剧场的音乐 这个倒是大家更不了解 对比较不了解 好我知道你跟人力飞行剧团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黎焕雄 对对对 那还有陈永龙 陈永龙 还有宝慧 宝慧姐 那你们这一群人好像也在一起很密切蛮久了 就是一个从小剧团开始的时候 我跟宝慧还有黎焕雄应该是从2004年05年开始 那也没有太久啊 对但是这个是成立剧团的时间 但我如果真的要再往前推的话 我是1997的时候跟魏英娟 莎士比亚妹妹们的剧团开始做 所以那真的是很小的很小 对很小很小的小剧场 你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剧场音乐啊 高中的时候 高中这也太早了一点吧 我高中就加入学校的话剧社 你是高雄中学的 对有功课 有啦有啦有稍微做一下啦 高雄中学就有话剧社 然后话剧那时候你就帮忙在背后配乐啊 对因为话剧社其实男生学校参加话剧社的人真的很少 我没记错大概我们社团只有五个人 就三个年级只有五个人 那五个人都是男生 好像不太好演 是不好演 所以我们就要找像熊女和熊商 在高雄有女生的学校一起来合作 那每年校庆都有个公演 那公演的时候五个男生要分配工作啊 那有人大部分喜欢当演员嘛 那我自己 喜欢亮相这样是吧 对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当 那你camera face很好啊 我没有 可能当导演 我记得我当了导演 对那当了导演之后 音乐找谁做呢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做音乐 因为就是学古典钢琴 你最早是学古典钢琴 对就学古典钢琴 然后学了之后 后来我发现 其实好像自己可以试试看做配乐 因为从录音带那时候还是录音带 那时候就总觉得那些音乐 尤其是古典音乐 就是他音乐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把所有的情绪都给占满了 对 他让演员的台词变得 就没那么重要了 就是悲伤的时候 放一个古典很悲伤的音乐 观众就会有感觉 但我觉得会 盖掉演员的表演 会盖掉台词上的意思 所以我想说 那我要不要自己试试看 就做配乐 所以你做的配乐 是希望能够不要盖掉演员的表演 等于是陪衬他们 对因为我后来 当然小时候没有这样子的逻辑去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后来做了所谓音乐人 就需要有专业判断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其实配乐的部分应该是在陪衬 或作为一个影子而已 他不应该说太多 在戏已经达到了 他本来要传达的讯息的时候 可是很多为电影配乐 或者为剧场配乐的音乐人 都变得非常有名 像你啊 陈建奇 或者像版本隆一 或者像林强 也可以算吧 那可是你又说 你们做的音乐是为了陪衬演员 那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音乐 又很突突 又大家都认识你们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会 不知不觉的被音乐所影响 但如果今天看完一部电影 你出了电影院 你只记得音乐 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配乐家 但你出了电影院之后 你在某些时刻想到那部电影 或者是在路上听到 很熟悉的时候 会带你到某一个场景 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你曾经经历过的心情 我觉得这个配乐家或这个音乐人 其实就成功了 我感觉作为一个幕后的这种音乐制作人 那个学问好像比被放在台前唱歌的人 还要大 我觉得要想的事情比较多 因为以音乐人作为职业的话 我觉得要思考的是这个 因为你不是站在前面的人 你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辅助的角色 太凸显 不见得是称职的 他可能可以带给你一个很好的credit 就是说你可以站在前面 但他不一定是称职的 这是一个蛮新的 蛮特别的观念 对我来说了 不过我想像你这样的音乐制作人 在台湾总共有几个 其实蛮多了 就是做流行音乐的有一圈 你说蛮多 当然还是可能十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对 但是做剧场的也有一群 OK 但是可能同时跨这么多届的可能就真的少 可能就只有我们全剑奇艺人 没有了还有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